由南投縣東普瑞西竹生活文化 竹山風土孕育協會 共同在竹山木基寮園區辦理生態 竹、小龍、三好聯合成果發表活動 將竹山在地非營利事業單位 連結不同領域組織 呈現在一年來產業生態保育 在竹山的努力成果 這次叫文白一點 它就一點 它叫文白一點 由東普瑞西竹生活文化 竹山風土孕育三個協會 在竹山木基寮園區舉辦生態 竹、小龍、三好聯合成果發表活動 呈現一年來竹山的產業生態成果 在河川局李居長這邊 也點出了在現地生態公園的困境 就是水源方面 我們也許許透過公部門相關的單位來協助 尤其這個棲地生態方面相當多元 尤其看到能夠推廣用雨竹帶墓的一種生態方式 從循環經濟的角度來提供人類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生物在這邊做一個棲息 尤其臨近竹山市區也算是相當的一個距離近 那也行在往西頭山林溪中途的一個休期站 在這個寬達22公頃的一個棲地 怎麼樣來做一個更友善的一個維護跟推廣 這個部分都有在縣市政府跟公所以及在地的一個社區 大家公司部門齊力來協助 我們現在已經有許多的在地 包括了文化 包括了生態 包括了生產等等的 在地社團來申請來認養這個22公頃裡面的土地 我們地社團局在這邊有來做生態的調查 將近百種的物種在這邊已經在這裡繁衍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生態多樣性的一個自洪園區 那所以我們除了是我們的災害韌性以外 我們的生態的韌性在這裡也建立起來了 會場中有七個關卡讓民眾體驗 有父母帶著孩子來一起玩遊戲 認識各種蝴蝶種類 還有竹山的產業增加親子間的情感 因為平常小孩子就是比較少接近大自然的活動 他有一些傳統的東西也不甚了解 就想說竹山公所這邊有辦這個活動 想帶他來體驗一下 然後也知道一下在地的一些食材 還有那個文化的一些產物 這次的活動非常有意義 從早上九點一直傳關 總共傳了七關 結果這個成效也相當不錯 非常有趣 這個商品的話回去可能 如果當它乾燥的時候 已經不會再掉屑屑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掛在門邊或床戶旁邊 然後在中國人的民俗當中 它可以避邪、招財禁寶 相當不錯一個吉祥物 所以說這個當然信則恆信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作品這樣子 現場的老師利用在地的竹材 教導民眾如何破竹 而最後一關是由專業的指導員 親自教導民眾製作小掃把 大人和小孩都認真學習 這段時間以來我們四河區 以及我們的東普納西 東普納西的團隊在這邊做了很多的努力 還有我們一些的志工 我們一些的志工也在這邊 看這些生態的保存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他們現在已經把它孕育出 黃賞鳳蝶還有小紅蚊鳳蝶 是台灣來講是最大隻的 那所以我們看到他們這個成果 真的是相當的不容易 在這麼多年來 慢慢的慢慢的 我想會有越來越多的元素 越來越多的培育出來 公安課來到竹山 來到這裡有一個休息的地方 又有一個研究生態的地方 還有一個教育學習的一個地方 有趣的DIY體驗 讓大家更加認識竹山鎮的生態 主義和小農文化 也呈現這一年來產業生態保育 在竹山的努力與成果 記者上清福 竹山鎮採訪報導